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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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大家好 我是冰的 來了來了 從山坡上輕輕的爬下來了 曾經被各方人士拒厚望 卻在上線後風平一面倒 那是真的如此不堪嗎? 就讓我們來瞧一瞧本次的主角 明朝 遊戲在今年的5月23號 16年12月15號正式公測的戰場雙馬尾 當時因為公司剛成立不久 規模也不大 所以遊戲只交由另外一間廠商代理負責 當時還找了很多日本知名聲優助政 但可惜的是啊 16年末到17年 二次元遊戲的比拼已經往下一個賽道前進了 除了大量的熱門動漫IP改變外 像陰陽師 FGO 崩壞3 必然航線等相繼問世 這款遊戲已經錯過早期的紅利期 而遊戲也沒有超模的規格 外在運營上的不成熟 以及庫洛其實已經萌生新的想法 重心也不在這款遊戲上了 所以遊戲在短短兩年過後 於2018年12月31號正式官服 甚至在海外也沒有掀起什麼風潮 台版只稱了短短三個月 根本就是來度假的 日服在2017年1月9號上架 隔年的6月28號宣告官服 結束他短暫的一生 那時間稍微往回推 來到2017年6月左右 當時戰場雙馬尾還在運營期間 據採訪資料 庫洛當時受到尼爾自動人形的影響後 決定開發一款3D動作遊戲 並且在當時遊戲只有Demo階段 就被英雄護魚看上了 給予資金以及技術上的資源 從此他們兩天的關係就頗為密切的 英雄護魚也成為了海外代理 這款遊戲就是2019年12月5號公測的 戰雙帕米斯 漠視的劇情略而灰暗的基調 三消結合動作玩法 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討論度 而這款遊戲也誕生了讓顧洛 從此一戰成名的運營事故 黑卡事件 在開服當日的中午 玩家們突然收到官方的1萬黑卡獎勵 這個相當於40抽 正當玩家以為是官方釋出了善意 正要下跪趕機的時候 馬上就來個停服回修 進行數據回溯 但因為當時庫洛在回收數據的技術 跟現實的困難下 對領取跟沒領取 有使用跟沒使用 沒辦法公平的處理 導致庫洛被玩家嚴上 一次官方下午5點緊急開直播道歉 以及討論賠償方案 然後官方看了玩家的彈幕 下一次回了一句話 我們就是把你們當人看 才會出來直播啊 如今已經變成了迷因拿來各種嘲諷 但也讓戰雙平穩的走到現在 時間很快的來到2020年 進入了黑暗降臨時代 2021年庫洛也開始招兵買馬 準備開發他們的下一款新作品 並在隔年TAPTAP的開發者大會上 奠定了遊戲日後的走向 也引來了各方投資人進場 而什麼都花錢買買買的騰訊 當然也不會錯過 決定入股庫洛 另外提一下 很多人叫庫洛是米哈 除了一路以來的遊戲開發方向 跟米哈友雷同外 主要是因為去年3月左右 庫洛上線了一款社群APP 被人發現在用戶嫌疑中 出現了一個米哈產品 當住米哈友在編寫的時候就漏製 然後庫洛的小編審視直接複製 快速取代後又沒有檢查 於是跑出這麼魔幻的螢幕 後來官方也是馬上道歉了 但從此庫洛也被叫做米哈了 明朝一路走來也是風風雨雨 每次測試都一定有新的爆點 而傳播最廣被罵最慘的就是二測了 玩家在遊戲中幾乎一路被嘴臭 還有知名阿歐團長的 你怎麼還在 更是經典有流傳啊 但廠商不知道為什麼 不願意放棄這個角色 把他保留並改造成人形出場 也就是現在的羚羊 而由於二測的緣故 直到現在很多陸服玩家 都非常討厭這個角色 再來就是刪測整個大改的龍奧天劇情 但依舊沒有讓大家都買單 不過不管是資金或者時間 大概廠商也是撐不住了 還是決定直接上線了 差不多講到這 開始正式進入遊戲了 最近方面雖然可能大家都看過了 不管是正經的吐槽或者是惡創的 但按慣例我們還是走得過場 不感興趣的觀眾請善用時間軸 在萬物皆由頻率構成 名為索拉里斯的星球上 突然爆發了第一場悲鳴 並且伴隨著海石 產生了天空海、無音區、殘象潮、 黑石、獅眾等異象 並對世界各地持續新的造成不同程度的災害 浪潮不止悲鳴永不停歇 組成了明朝主要世界觀 首先剛提到的無音區 它會誕生各種名為殘象的怪物 捕食並殘害人類 而其中最高等的殘象叫做明氏 出場時必定會伴隨怪異的天象 所到之處順嘲不生 以想利用這些殘象搞事 唯恐天下不亂的主要反派組織 殘星會 而另一方面 在這片大地遠古的歷史中 但凡遇到災難就會有神話降臨 遊戲中他們被稱作稅主 會以不同的外貌出現在人間 幫助人們度過難關 有時候也會選出代理來引領眾生 而在異世界一定會有一群寓於常人的存在 他們就是共鳴者 特徵是身上會有一道身痕 可以用來觸發特殊能力 但目前我有看到一個BUG 劇情有說軍隊裡面也有共鳴者 不過我卻沒看到半個人有身痕 感覺廠商是不是自己忘了這個設定 除此之外 共鳴者可以透過身上的高科技葫蘆 把那些被擊敗殘象 吸收後作為戰力使用 就是寶可夢的概念啦 那主角的特別之處就在於 他可以直接雙手一舉就吸收殘象 後面劇情在與民視手下對決的時候 直接吸收對方能力使用 講完這邊我們開始正式進入劇情大綱 開頭一個什麼都沒說的女神 在玩家胸口塞了一個 可能是希望的概念後 把我們推入人間 並在因為受到悲鳴影響 懸浮於天空之上的天空海 道調地俯瞰這個世界 接著一個沒說明的轉場後 在美少人泱泱的西枕上醒來 至於怎麼從天空海下來的 不知道 勸你們少管異世界的浪漫 接著就是我是誰 從哪來要到哪裡去 疑問三不知的經典故事模板 從泱泱口中得知 我們所在的地方是黃龍六州的金州 州長被稱為令影 而該州的妹子州長非常歡迎我們的到來 根據一段古老傳說跟預言 得知我們的身份非常不單純 絕對是個秋生萬 於是便踏上尋找自我 跟災變背後真相的旅程 很多遊戲動漫的影視作品 為了塑造世界觀 多少都會替換名詞 我個人也是沒什麼意見 前提就是你要融合得很好 也不要為了硬推設定去寫劇情 寫不好的話 就會覺得浪費時間又看得不爽 剛提到在前世的二冊中 玩家因為被各種虐 官方當時受到大量的負面輿論 於是果誕直接推倒大部分的劇情重寫 雖然是勇氣可嘉啦 但卻有點矯枉過正了 把玩家的開局魅力值直接點滿 變成人間人愛花見花開 劇情也成為了各種討好玩家的爽文路線 但也如同我之前雜談說的 廠商的產能跟不上又急著上線 劇情根本來不及好好編排規劃 導致各方面大爆雷 現在在陸服還搞出了一個民音 後方是這樣的 前線的將士只要全身心投入戰場中 聽命形勢奮力殺敵就可以 可是後方人員要考慮的事情就很多了 如果你看不懂 我換個造句就是 員工只要死命工作加班就可以 可是老闆要考慮的事情就很多了 不得不說這句話的傳播力真的非常的強 我在其他類型的影片 都可以刷到類似的造句 其實一般這段讀過去 頂多覺得哪裡怪 但也不會太放在心上 因為劇情已經看得很煩了 但因為這次的遊戲被受矚目 所以沒有把握好任何用字譴詞 真的很容易被拿來帶輿論 其實遠不止這些 很多歐美日海外玩家 都反映劇情看不懂 或者覺得攏長的評論 而後來官方給的解法就是 未來會把跳過功能做得更好 我一路這樣看劇情下來 非常能感投身受 這些玩家為什麼會提出這個訴求 因為劇情是真的寫的 並不怎麼樣又拖台錢 廠商也可能太有自信 以為只有陸服玩家不買單 沒想到好愛玩家也是 但就算為了服務部分玩家 讓劇情可以跳過 但也不代表你可以做得很隨便 除非你是想放棄經營IP了 那就像在開發者單位上所呈現的 官方其實很想打文化輸出這張牌 於是把中國元素堆的滿滿的 在遊戲中到處都可以見到 確實政治正確非常好上架子 處理得好中文玩家會更容易買單 但作為要全球發行的遊戲 要考慮的就很多了 本來就塞夠多專有名詞了 再來點中國式的廢話加文言文 還沒勸退大概也先看傻了 另外還有些轉場跟運鏡也都很奇妙 像開頭我們會見到一個龍型的睡祖雕像 但卻硬加了一個從龍的後方移動 到玩家眼中的運鏡 其實真的挺多餘的 咔掉也無所謂 當然也不只這些啦 很多運鏡都會讓我覺得是為了做而做的感覺 現在官方也在招募相關奮禁師了 希望你們可以好好篩選人才吧 再來就是最多人吐槽的彎刀之意 故事主要是在講 戰場上出現了個大BOSS的賢主 跟死靈法師一樣 可以把我方的戰死者變成怪物 讓你殺也殺不完 而當時領軍的哥蘇將軍 最戰場上戰力值最高的人 他下令士兵死守 獨自上拳去跟BOSSPK 但打了一個劇情也沒有輸的時間過後 本次的卡職角色季炎突然就跑出來了 說別打了別打了跟我走 但一群死守的士兵撤離戰場 季炎從此封神人人歌頌 然後跑去跟BOSSPK的哥蘇將軍 從此下落不明 上一秒塑造的英雄形象 下一秒變成了慶竹男蘇 現實中這種奮勇抗敵的正面形象 再怎麼樣也不可能用慶竹男蘇 來做負面評價吧 真的是隨便翻字典就來填詞定罪啊 那以後誰敢當你們精咒的將軍啊 說不定打到一半就被說叛國了 就明顯缺乏轉折跟鋪墊 真的是誰看都會覺得疑惑 而且戰場上 軍令如山 違者必斬 按正常邏輯 將軍不在也會有代理人 怎麼可能隨便跟著一個軍衣走 你不怕他把你賣了嗎 還是因為他是五星SSR 就哪怕你多一點描述 也不至於現在風平變成這樣 紀言被說成是什麼逃兵大將軍 我不知道編劇是不是想參考什麼 岳飛抗金或著其他歷史戰役 岳飛當時被下12道金牌強迫退兵嘛 然後判了莫須有的罪名 在獄中死去 但他後續是有個成淵招雪的過程嘛 那你PP時常有限 資訊要不能夠完全篩下 可以篩進遊戲中補完 但劇情直到最後也沒有反轉 甚至在面對同樣的狀況 同樣的BOSS戰役 依舊是選擇跟當時一樣的戰法 有一群人擋著 然後少部分人去打BOSS 還用了從彎刀至翼獲取的資料來提前布局 真的是越看越覺得歌術有點冤啊 裡面還排了一段描述 大概就是紀言出兵是出於愛護跟信任 歌術的出兵是基於仇恨跟犧牲 就編劇到底有多討厭他啊 那為什麼不一開始就把他塑造成什麼 暴虐無道又浩大喜功的角色 就一路看下來 反倒那個人人喊打的雪暴 在這次的劇情中卻是最正常的 我之前以為P5S前面章節的劇情 已經讓我覺得很荒唐了 沒想到還有高手啊 場景美術方面明顯是參考了 死亡歌妾以及原神 但最終的表現 我覺得明顯缺乏奇觀 以及更完善的故事去支撐 我玩了這麼多天 還是沒有對哪個場景特別有印象 不少BOSS的背景也很不明朗 反正我看到他是怪物就把他殺了 且按來說不同國家的地貌 會決定當地的生態 既然開局想用中國為主題 其實你可以參考像山海鯨啊 多放一點符合中國風的怪物 然後大世界互動跟探索上 也缺乏一個比較有亮點的設計啦 有一處不多的小優點就是在 跑圖攀爬到建築的邊緣後 可以直接放上去 減少找其他路線的時間 另外就是他的背景跟環境音啊 真的是有待加強 確實是沒有太突出的部分啊 人物美術方面 設計語言依舊是戰雙那位 但除了畫質有明顯的提升外 並沒有明顯的差別 依舊是走比較灰暗跟成熟的路線 暫時沒有太多色色元素 但我相信未來是會有的啦 目前唯一的Q團代表就是這位陶奇啊 不知道為什麼骷髏都很喜歡把粉毛設定成大胸 不過我對這類似還好啦 反正要看色色的話我會去別款 但現階段因為劇情編劇上有些缺失啦 不少角色其實都沒有什麼存在感 有時候玩著玩著我都忘記他是誰了 然後人物跟場景的設計元素 同時又有中國古風 現代風科幻風 超現實風等等等等 但又融合的不是很協調 就很奇怪欸 感覺就像以前在大學裡面做報告 各做各的以後再拼在一起 接著是戰鬥部分 主要分成普攻小技能大招 以及根據能量槽後可以打出的特殊技能 更靠QT切換的出場跟離場技能 還有一個額外生骸技能可以使用 目前主要的配對方式就是靠離場後掛著BUFF打輸出 不過我都是隨便配啦 反正砍了死怪就好 那焦段除了閃避以外 還有一個拼刀機制 拼刀不論當下是什麼種類攻擊都可以 只要打在光圈重合上就可以觸發 然後破斷以後就可以讓敵人癱瘓 再來角色之間的切換也非常自由啊 幾乎是零冷卻 所以你可以一直切人一直輸出 所以我有看有人說 那個拼刀劍應該獨立出來比較好觸發 但我個人覺得並不太重要啦 反正你只要適應後就很習慣了 另外每個角色出手的前後搖不同 如果你實在打不出拼刀 建議你可以使用出手快又穩定的主角練習 反正也是目前傷害爆表的角色 癢的絕對不虧啊 那我這幾天玩下來的感覺啦 平常明顯是想強調爽快的連段感 網路上也有不少大佬 把他完成惡魔獵人的感覺 但像我剛提到的切角色其他沒有什麼限制 真的是隨便切隨便按 隨隨便便都可以打出看起來很帥的連招 不過因為初期的養成素才缺乏啦 光要養成一對就很吃力了 導致可以搞得花式連段有限了 但我覺得這玩法也是挺有前景的啦 只要廠方不要走歪就好 另外我覺得可惜的是 他不是每個角色都有空中攻擊模組 除了遠程可以尾對空以外 跳起來也只能打一個下落攻擊 其他近戰就算有對空 也都是捆綁在技能中 多少降低了他的玩法上限 然後剛提到的深海 他還有一個專用的對策技 可以在敵人使用特殊技的時候 把對方按在地上摩擦 但目前只有兩種深海可以使用 敵人特殊技的使用佔比也變不高 但為了這個放棄其他好用的深海 好像也得不償失 目前來說是個挺雞肋的設計啦 可能砍了大概也不會有人發現 屬性方面其實跟戰霜差不多 並不存在任何克制的關係 都是各自屬性的傷害增減 原本在一側的時候是有個類似元素反應的機制 不過之後還是砍掉了 反正這算有好有壞啦 對於上手跟理解門檻降低很多 而且依照目前酷弱的產能 多加一個設計就是多一份危險 那戰鬥手感方面 對比過去的戰霜 我個人覺得是差不多的 只是戰霜可以靠較強的螢幕抖動來偷吃步 增加玩家視覺感受 但明朝你只要關閉他的螢幕抖動 就原形必錄了 所以讓很多人感覺上他的打擊感比較弱 不過確實在戰霜中 怪物的授擊表現是明顯優於明朝的 這點也是廠商未來需要優化的部分 另外提一下可能有人在意的卡漏或者頓陣 這邊透過足陣漫放畫面來看 明朝應該是幾乎沒有做啦 那這邊就用原神來做對比好了 在你集中怪物後他會有個明顯的遁陣 會延長招式後續的完結動作 不過要不要特意做這個機制 還是要看廠商想表現的內容啦 像三國無雙這類無腦打怪爽的 就算做了你大概也不會有感覺 說不定有些人玩起來會覺得卡卡的 反而他把授擊表現做得好你就會打得很爽了 而且除非你真的很敏感 不然大概也感覺不出來 或者你真的很在意的話 可以考慮等一手絕驅靈下個月初就攻測了 另外生海技能 這設計跟人亡二中的守護靈其實很類似 利益其實還算不錯 但做的差點意思啊 像是雖然你可以變成摩托車移動好了 但他是綁定在火屬性的套裝上 就除非你要強制使用或者練相關角色 不然你根本用不到 而且只能綁定一個技能使用 多少是限制了發揮 如果可以依據日常輔助 後台輔助 召喚輔助等 增加可使用的技能欄位 一定可以開發出更多有趣的玩法 那養成方面 常規的等級武器裝備技能突破升階等 希望是保持現況就好啦 別後面又生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而裝備就用生海來取代 他有一個cost限制 所以也不是你想裝什麼就裝什麼 另外有個挺白爛的設計 廠商大概是怕玩家無限去干大地圖刷裝備 所以除非你這個生海是有生過級的 不然你多刷的生海 都是不能當經驗材料味料的 頂多拿來五合一洗出別的生海 這點我勉強能接受 畢竟長線遊戲前期都會卡你資源 而且目前突然主線並不太吃戀度 也不至於讓你拿都去不了 但這個生海升級後 需要對應品級的素材來解鎖紙條 但其實你前面很快等級就會上去了 紫色品級你過度的時候可能還會拿來用一下 但低階的也更不會浪費資源去升它 然後那些解鎖材料也不能合成或者賣錢 甚至還不能刪除回收 未來就只能永遠在倉庫當垃圾 我是不太懂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啦 相知你如果你還有在玩的話 應該會覺得很困惑 我相信在內側的時候一定有人提出反饋 結果還是放到現在跟雪豹一樣的堅持 賀金方面10抽大概800元 角色大小保底8160元 武器80保底不會歪 算是一般般的價格吧 當時上線前我還聽說它要打什麼價格戰 看來又是江湖傳言了 其實它就是簡單的禮報跟月卡那些 就假設你看過我介紹過那些割韭菜遊戲 它已經是相對比較乾淨的類型了 更別說有些用AI隨便拼湊就想來削錢的 再來就是另外一些小抱怨吧 我不知道廠商是不是怕公測太無聊 想給自己找事情做 還是本來就是在大量BUG上做少量的遊戲 這遊戲真的很多奇怪怪問題 像是顯卡記憶體會無限累加 但它並不會定時清除 然後只要吃滿記憶體就直接卡死 只能強制關閉重啟 後來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專門設定了一個滑鼠劇集 快速切換視窗大小來強制釋放記憶體 蠻奇怪的是這個問題在內側的期間沒有人討論 是不是跟他們的UE開發人員離職有關 我就不知道了 然後再來就是遊戲的BGM會突然消失 反正就已經很沒存在感了 直接跟你鬧失蹤 又還有想打一些副本跟BOSS 硬要把終結攻擊慢動作播放 但你這個遊戲又沒有結算畫面 就其實是挺多餘的啦 然後大地圖上有些無音區 打完後又硬加個運鏡轉場 真的沒什麼意義 可以刪除或加個跳過鍵 那在最新的公告中也說會取消了 順便降低裝備養成的難度 還要打大型怪的時候視角會亂飄 尤其是這隻烏龜 我真的常打到一半我人都沒了 真的非常煩啊 然後最後稍微聊一下日服方面 遊戲卡實中的專武它的文案說明出現錯誤 然後不少玩家提出申請退款 結果官方克服在統一回復的時候 並沒有使用密件副本 直接把幾百個人的各自以外洩了 這真的算是個挺嚴重的事故了 這放在商場的雙方來往上 也是根本不能犯的錯誤 我不知道為什麼廠商會這麼不小心 而直到現在官方也沒有回應啦 反正後續我有看到消息的話再分享 只能說庫洛各方面真的有待加強啊 結論 沉野風雲 敗野風雲 無用強求 一切隨緣 目前5月的雙平台營收估計 陸服約5億元 國際服約4億元 這是歐美日韓的課金占比意外的很平均啊 之後就等完整的6月份跟後續的運營來分析了 雖然遊戲可能沒有達到部分人預期的高度 但實際上也並不是真的爛的一無是處啦 如果真的要比爛那多的去了 而且酷弱實際上也並不是什麼大廠 不過是剛好被資本盯上來當棋職用 外加這次的開發規模 確實超出了他們能力範圍啊 那當下明朝比較欠缺的 就是劇情的文案的補救 美術音樂倒是後續補上就好 之前也很多遊戲有逆轉翻盤過 所以廠商千萬不要放棄希望啊 劇情如果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寫下去 就直接搞一個失敗線嘛 發動悲鳴重新洗牌來過就好 真的搞成轉身系也未嘗不可啊 因為手機段優化也還是需要加油啊 除非你想像成牌進去一直搞PC端啊 那很多人會說他學誰或者不如誰 但老實說市場一直都是這樣啦 不管是單機主機上 真的就是你做什麼我做什麼的大混戰 廠商肯定也都是想學模範生 沒有人會去在意那個吊車尾 除非你體內有酒尾啦 最終就是比誰成品做得好 或者更符合預期 玩家就會買單 今年推出後爆紅的幻獸帕魯 就是很好的例子嘛 還被玩家又來靠北Game Freak 開發神奇寶貝不認真 或者像前陣子歐美推特上 發起了一個獨立遊戲 以及靈感來源為標題的推文 一堆獨立廠商都光明正大表示 自己手上開發這種遊戲 以及幾件對象 而且老實說 市場上也不明不是每個人 都一心追求多心多好玩的東西啦 不然這樣DNF手遊 也不會在陸服公車後霸榜至今 或者一堆莫名其妙超越實在的遊戲 在台灣上架後 都是狠狠缺一筆韭菜後跑路 更別說前排真正賺大錢的那些廠商 擺爛多年也沒有在追求的進步 端出的作品更是一款比一款浪人無語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汕塑 汗 一個 吩咐 大 europ 墨